利益太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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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违不是有所作为 无违是有所作为的 我们知道 证eter 不群光 所以它是用识域静静的 没有识的语音 所以修道修道 修這個信念之處 起心動念之處 我的起心是靈極限 還是極限很大 我是私益 還是純天靈 因為你私益沒有經濟 天靈沒有靈性 另外靈極限是一個天能和人狀態 我們修到修到最後 希望我們的人心能夠提升到天心裡 即我們人性如果會用到神性 所以靈極限裡面會講到很多神性 當我們不像神 太優俗了 就我們神性沒有阻害 就離天太遠 離神太遠 所以就沒有神氣 沒有神的氣質 就不下去了 所以天能和人的照片是我們要下去睡覺的 對 那或許從心理石上來 勉強解釋 或許會覺得 靈極限是一個沒有自我龐位的照片 所以我們一個人有自我龐位 看你眼睛就知道 看你表情就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後天很習慣 自然自在自信線 能夠自在自信線 能夠自在自信線 你才會真正的自然 你才會真正的大解 或大自在 你才會有適當的自信 你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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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表現出 你應該有禮貌 不是慘耶 不是阿里奉承 而是你 他有禮貌 所以自然自在自信 是在沒有自我龐位的力量之下 那靈希希也是 不以為人玩心理遊戲 心理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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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你 氣心動力 想要 印證 按摩頭可以 承得起來自信 鎖定自信 那是心理遊戲 孩子 被父母懲罰到一個程度 他們不斷地去 心理不符合父母的期待 還沒有OK 他也不斷地去 印證或什麼期待 因為很可憐 在那孩子 他沒有辦法 挺直腰帶 他沒有辦法做自己 那是很容易 好 那個機械很難 好 那另外一個 就是 打扮對方 努力的想抓 然後印證 一萬多塊 我就知道你不行 你果然不行 所以我們有些時候 不小心 會用完心理遊戲 所以真的 零極限 他是沒有自我狀態 防衛 他也沒有心理遊戲的狀態 而且講到這個立法 以下 各位開始去想 今天就想 零極限 它是在怎樣的狀態 而且就把自己 對零極限 嫌切的體會 就 先講到 零極限 所以 點點點 請各位您可以繼續再去做吧 接下來 零極限的基本原理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裡面 那裡面 作者講了很多 非常棒的概念 而且喜歡用比較簡單的模式 因為電腦插圖 我們太累了 所以我就 簡單抓一個 零極限 因為我們親密 清楚掉的 是記憶 也就是我們用的 才能夠明白 我們腦袋裡 原來累積的一些記憶 可能有一些是好的 可能有一些是不好的 可是不管好的 不好的 我們如果有太多的記憶 將會受我們膽怠 或許在生長過程中 自己有個例子 在還沒有修到以前 或許高三出得到嗎 我記得他還是高二吧 我那裡有十五百錢 我有個同學問我講 你剛才 你五十塊錢 借我好不好 你摸一下 真的有 我心裡想說 哎呦我沒聽到 哎呦我的人很老實 我有錢 些人會都是你沒有 神力還給他自己 我哪補救你 我自己家都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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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一摸我口袋 真的有十塊錢 啊 當然我知道 哪有的結果說 啊 請問你有什麼問題 我說 啊 北邊多少錢 總不講事 你看 啊 那個請問 那我有一些問題 我哪有的 其實 那是財政的 有的 有的 有的也是很想吃 我媽媽 每天都說 媽媽自己照顧這八公 你去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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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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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家 我都快 那我去到家 那你去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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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到家 那是家人去到家 我就開始一個極限 每年看到他們 我就想到十塊錢 我就想說 不知道沒見過 不知道沒見過 各位 那種態是 是不舒服的對不對 我本來真是不舒服就好 現在還要煩惱 人家不煩你錢 所以那個極限就來 我們就要慢慢的 因為我們把錢還站著 也就極限就先介紹 現在錢這一點 人家今天借用去 大家明天很多都忘記了 有些都會 我一般人都沒有修到 你看一般的老人 他跟你講的都是 哎呦 我會比你三個公 哦 啊什麼在外面 哇 你三個公 到家裡到家裡到家裡 到家裡到家裡 他講的都是那些 過去被欺負的那個經驗 我一個人到年老的時候 滿毛子都是那些痛苦的記憶 各位你說他會開心嗎 他的老人會快樂嗎 所以各位我們修到兩個人 不要玩那些不好的記憶 好的記憶都要清楚了 更多不好的記憶 只要好可以更清楚 啊 內心總是記憶任何人家 有沒有 所以記憶 雲吉憲這個作者 他在出名就是這個記憶 那 他講到的四句話 就是我們要怎麼清除我們的記憶 要常常說這四句話 各位你跟我一起說 我愛你 我愛你 所以你請 為我自己 謙虔亮我 謙虔亮我 謝謝你 謝謝你 就是這四句話 有人說 不是我沒有真的覺得我對不起他呢 那我練對不起有沒有用 他說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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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有時候 可能回去想跟太太講 可是對不對 我在心甘情念 沒關係 你有用嗎 哪怕你今天在心裡 你有用嗎 所以 我也把它珍惜一下 為什麼要做完 他是一種覺察 他是一種覺察 他覺察 他 解釋到 我應該要 父親完全的責任 我應該要為我自己 父親完全的責任 如果人家就請我 那是我自己的責任 所以 後來研究零幾線 我發現他是個先天的智商 他是先天的智商 後來的智商 後來的智商 發生出一個人 是出一個案 出一個障礙 先天的智商 後來現在身邊認識了好多位 好像都是零幾線的人 到關於什麼 他們已經在研究如何治療太空的家屬 而讓他在太空 太空認識一定會好 你看有沒有誰 那是零幾線的人 那當然 如果以零幾線的作者來講 甚至於連太空的家屬都不能處理 處理自己 我想這位作者 如果他們這群人 如果被請到那一個太空重視 真的 太空的重視 他可以把那個精準定義的 不用面對零智商 無法重視 或許相信 不是 說明在座 會不會研究成功 好 所以或許思考一下 我和你是怎麼決定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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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問我 必須要問我 什麼樣的責任 我們必須要去愛 來你 在心裡比較像 不條件 愛 愛是沒有條件的 那當然 沒有條件的愛 是什麼 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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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完全的責任 好 所以你能夠說出 我愛你 是你覺察到 你要改變 覺察到 你要清楚這個經驗 好 必須要接納 後續的那個 諮商的習慣 是 習慣要個案 來理問題 不在 而不是把問題 也可以 去跟問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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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接納這個問題 你要接納這個現狀 你才讓我去處理這個現狀 所以領起現狀 第一步 就是決筍跟接納 所以我會說 要接納說 我愛你 尤其 跟我們一起奮鬥的家人 我們對人家 對家人 應該有些目擊 因為我們有些目擊 或許因為我們對人的目擊 而對人的愛 就不爭 就不爭 就是這樣 這麼說 再來是他親密的方向 各位跟我們一起說 我們一起說 對不起 對不起 請原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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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做過 這樣說的過程 是牽引自己的方式 自己內在那一地方 上面 然後放下 你自己的方向 最後 當我們那時候說出 謝謝你 這個時候是在做那個 禁話 我們只要給你進去 以上跟大家說到這裡 不是有參與 第一步 敬禮 要處理 當我們能夠經過這樣的處理 我們將會放下問題 我們將會放下問題 我們將會回到真空 也會有我們放下的問題 我們回到了真空的狀態 神性才會流進 那個光 那個神性才會流進 在那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 所謂的 天地 用我們的心 和天心 那是天然可以 我們的光芒 放大 不是 我們大家很喜歡 我們很喜歡 我們要不要 在這裏 我們要不要 在這裏 我們要不再 我們要不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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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